这是第一位女总统啊 所以很特别 中华民国第14任总统副总统就职纪念币 上午9点起在台湾银行各分行开卖 由于每个人现买一枚金币和一枚银币 郑小姐一早带着四岁儿子一同来银行门口排队 就能一次购买两份 有些民众为了抢购总统就职纪念币 以排队点寺庙光明灯的方式 在前一晚先拿出小椅子卡位 并在椅子上头注明排队序号 有分行门口在19号晚上8点多 已经出现十多张小椅子 号码已经写到25号 排在最前头的吕小姐和姐姐姐夫共5人 早在19号下午2点多就来站位 她表示历届的总统就职纪念币 姐姐都会来买 她则是第一次前来排队 感觉很兴奋 5个人抢得投降后都赶紧再去排队 希望能多买一套纪念币 中央银行这次发行的总统就职纪念币 金币共制作1万枚 每枚售价新台币48000元 银币制作5万枚 每枚1600元 有别以往 每个纪念币上头 特别印有点亮台湾四个字 吕小姐看到之后很开心 很好啊很棒啊 而且跟人都做得很像啊 对啊那发型都是 点亮台湾是很好 吕小姐说点亮台湾 期盼让台湾未来更好 更希望写得出来新政府也做得出来 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成功为台北采访报导